中国的封建历史长达2000多年,在这期间诞生了很多朝代,每一个朝代,不管持续时间长短,按说都有其特殊的存在价值,都有值得后人推崇的先进之处和可以借鉴的地方,应该全都记载下来,让后人学习仰慕才是,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,我们现在的历史大肆推崇的朝代大多是唐宋、明清,再往前看的话就是大一统的秦汉,但是有一个朝代非常的特别,这就是晋朝, 晋朝,虽然它和汉朝一样延续的时间不短,但是为什么历史上对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没有详细的记载呢? 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,晋朝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算短,155年的时间相比之下也算够长,晋朝总共传承15位皇帝,可惜的是,只有两位优秀的皇帝,剩余的13位皇帝中有12位是傀儡皇帝,还有一个是傻瓜皇帝, 其中晋朝最出名的皇帝,还真就是这位傻瓜皇帝,他曾经说出了一句经典名言,何不识肉迷,确实很经典,其实在中国历史上,晋朝不被提起的原因,就是因为这个朝代太悲催了,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 这种悲催很显然并不一定是必然的,很多人都会想到八王之乱,五胡乱华,很显然,这都是统治者无能造成的,因为晋朝皇帝无能,所以才会有八王之乱,又因为八王之乱,所以才会引入五胡乱华,五胡乱华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? 答案其实早已经很明显了,东汉末年是八路诸侯三国鼎立,都没有引进五胡乱华,然而偏偏就在晋朝大一统后,出现了五胡乱华,惊不惊喜,意不意外,谁还敢说这是必然? 即便是这样,晋朝还是又延续了一百多年,神不神奇,厉不厉害,然而真相是晋朝的皇帝一直都在做没有实权的傀儡,说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,这是从当时的时代格局,统治者的政策以及百姓的生活状态综合得出来的,我们常说宋朝软弱无能,但是宋朝的经济,文化发达,百姓的生活环境相对宽松,而晋朝不仅比宋朝更加软弱, 百姓的生活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,二百八十年司马炎灭东吴,从此一统天下,统一的晋王朝就是从二百八十年开始的,但是统一时,西晋的实际统治者已经到了第三代,乱政也就此开始,司马炎灭无之后就待于政术,单于游艳,甚至卖官欲绝,沉溺女色,他竟然下诏进断天下嫁娶,以图自己享乐,他在灭无之前的后宫嫔妃和宫女就达五千人, 灭无之后,又将孙昊后宫五千人掠入洛阳,万人的后宫,真是空前绝后,司马炎还干了一件蠢事,那就是开历史的倒车,在全国分封二十七个子弟,这些封国氛围上,中、夏三等,上国领地最大,领军队数为五千,中国次之,军队数为三千,下国最末,军队数为一千五百。 灭无之后,司马炎下令霸减周郡军队,诸王国军队成为地方主要的武装,这位八王之乱埋下了伏笔,二百九十年,司马炎去世,痴呆的司马中继位,为敬会帝,实际权力掌握在杨俊手中,杨俊刚愎自用,不纳良言,便恕亲党,疏远宗事。 第二年,皇后贾南风密诏楚王司马伟,入京杀杨俊,之后又以借口处死司马伟,出现了外戚专权的局面,三百年,贾南风废杀太子司马裕,于是引发了八王之乱,这场混战直到公元306年才得以结束,何资权在魏晋南北朝史中说道,经过这次变乱,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,人民大量伤亡,西晋的统治机能也从此瘫痪。 西晋统一之后的和平局面只维持了二十年,八王之乱引发了社会危机,之后全国各地就爆发了流民起义,大量的少数民族也乘机起兵,建立割据政权,出现了永家之乱。 锦书记载,人多几法,更相欲卖,奔奔流疑,不可胜数,三百一十一年,匈奴,杰族和汉族流民联合攻陷洛阳,进淮帝被俘,三百一十六年,刘耀又攻破长安,俘虏了晋敏帝,从此西晋灭亡,从永家之乱开始,大量的百姓就向南方迁徙。 后来司马仕在北方士族的支持下,在江东建立的东晋王朝,东晋王朝也是历史上最无能的王朝。 东晋王朝的内部有江南土著和北方士族两大集团的矛盾,使得东晋只能偏安于江南,素无北伐之治,两大集团的内斗引发了诸多的内战,这里不再一一介绍,而当时的长江以北却出现了二十多个政权, 史称十六国,匈奴和截族在北方滥杀,导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存,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,当时的北方有条件进行迁徙的,大多数南迁江南,还有的西迁到梁州,还有部分东迁到了辽西,再来说说晋朝的百姓负担,从二百六十三年开始。 西进就废除了曹魏的屯田制,改而推行了占田制,在屯田制下,百姓要将七成甚至八成的粮食上交,其剥削残酷估计也是历史之最,占田制下,百姓的负担稍微减轻,但是差不多需要上交一半的粮食,另外和曹魏时期的自耕农相比,占田制的剥削量提高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,作为对比,两汉的税收是三十税一和十五税一, 在晋朝这种剥削之下,使得大量的农民沦为了不取,殿克,奴婢等一富民,根据葛建雄的中国人口史分析,三国时期的一富民就有两千多万,到西进应该不少于这个数目,换而言之,当时中国超过一半的人口都沦为了奴隶,当时不取,殿克等根本没有人身自由权,可以随时被买卖,其主人可以任意杀害,实际上和奴隶时并没有多大的区别, 晋朝时期,中国的社会上层就是这些奴隶主,士族,他们拥有千末纵横的庄园土地,有四家军队,在朝廷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晋朝在选官上都采取九品中政治,这项制度很快就被士族垄断,以至于出现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士族的局面。 当时的下层百姓根本就没有向上爬的机会,社会阶层固化十分严重,士族垄断士族,他们则过着奢侈的生活,西进的太傅何曾每天餐饮就要花费上万钱,他的儿子何少一日之时更是达到了两万钱,荆州刺史十重,通过劫掠旅客行商发家致富,还和外戚集团的王凯豆腐, 陈富贤在上书中指出奢侈之费,甚于天灾,由于社会腐败,从官场到民间都唯利是图,在当时,前辈荡作神,西进官员居官无官官之事,处事无事事之心,谈论悬远,喝酒放纵。 人们都十分向往未尽时期,是人们的风流潇洒,殊不知如此的风流是建立在老百姓生不如死的基础之上的,他们在经济上享受着奴婢的劳动成果,在政治上垄断着一切权利, 当然也就只能谈论悬远,游山玩水,实在无聊了,就研究书法绘画,文学理论,玄学神仙,当然也就出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时期,但是这样来的文化高峰的背后,却是无比黑暗的社会深渊,靖武帝成功通过善未取得皇位,离不开世家大族的支持,因此,司马延称帝后制定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,都是围绕着加强专制统治和保护士族利益为前提而开展的。 比如,九品中正制和英克制都是为了保证士族的权利和利益,司马延制定这些优待士族的措施,目的是为了取得士族的长期支持,进而保证司马延政权永固,曹魏的政权是通过善让而来,司马延的政权又是通过善未得来。 司马延不得不忌惮世家大族的势力,他也担心士族权势过大被夺权,为防篡权,司马延借鉴了曹魏宗氏势单力薄,只能眼看司马氏夺权的教训,大封司马氏宗亲为王,让他们拥有军政大权。 然而诸王拥兵自重,形成割据势力,为八王之乱埋下了祸根,灭吾后不久,司马延逐渐怠惰正式,荒淫无度,他的后宫中美女本来就很多,加上灭吾后又纳了孙昊后宫中几千人,以至于后宫多达上万人,都不知道该邻姓哪个,近五帝经常乘着洋车,看洋往哪里去,就停速在哪个宫市,尚有所好,下笔甚烟。 西晋的皇族和贵族掌握着国家的大部分财富,他们肆意享受,交涉引逸,攀比豆腐之风盛行,官僚阶级为维持这种奢靡的生活。 严重腐败,不断压迫剥削劳动者,阶级矛盾凸显,290年,司马延去世,太子司马中继位,史称靖惠帝,靖惠帝是一个无能的帝王,也是何不识肉迷的原创作者,有一年发生饥荒,许多百姓活活饿死, 大臣将消息传给靖惠帝,靖惠帝听后大为不解,反问道,百姓无数米充饥,何不识肉迷? 一个中央帝国的皇帝本该是明察秋毫,而靖惠帝竟然荒唐至此,晋朝的朝政混乱也是可想而知的了。